小编记录平凡路上的闪光 大兵见证追梦路上的闪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跨时代列书 达人闪耀机的现场 大家完成好嘞 我是你们的网野队长 那本期呢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 我们的达人新推官 首先要邀请我们的 知名的媒体评论人 张成为老师 达人不是本闲人 每个人的小语字都特别地赞 感谢春月老师 当然还有越来越漂亮的小田同学 大瓶小瓶 更联动 生活才能更精彩 大家好 我是小田 欢迎小田 欢迎春月老师 那今天呢 我们三位将会化身为达人新推官 推选出自己心仪的一位达人 他们都是平凡生活当中 带给我们很多感动 有很多励志的这些 所谓的小人物 但是呢 今天他们将会用自己的方式 在我们的大舞台上面 闪闪发光 闪耀整个舞台 在每轮表演之后呢 观众将会为我们达人进行投票 打分 三轮表演完之后呢 得票最高的那一位 将会成为我们今天的 闪耀之星 来 咱们三位 一起见证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三位当中 第一位达人新推官 就是我们的春月老师 春月老师 今天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达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 今天我要推荐的是一对夫妻 大家都会说 你是因为爱情吗 我觉得普通的爱情 不足以承载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 其实是什么 他们经过了磨难之后 这样的一份爱情 既沉重 又让人感动 我觉得这才是新时代的达人 请看大屏幕 刚刚那段视频 好像很多人都在 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 就是丈夫背着妻子 爬太山的这样一个故事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张明荣和孔雁 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我叫张明荣 35岁 来自山东 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个舞台 大家好 我叫孔雁 35岁 来自山东 嗯 那今天二位是为谁而来的呢 我为我的老公而来 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不离不弃 给了我一个微暖的家 是怎么走到一块的 我们八卦一下 属于那种一见钟情 看他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 然后就追他吧 买点东西 买点什么 但他都是不接受的 同时里边有他的同乡 就是说告诉我原因 是因为他那个养父母 就给他强制性地定了一枚亲事 他不愿意 就是出来是躲婚的 那你追他追了多久成功的 有三个多月吧 三个月之后算是顺利牵手了 也算挺顺利的吧 光是谈恋爱了 但是父母回去肯定不同意啊 年底了然后父母就说 既然你俩反正愿意在一起 你总得把人领回来 让我们看一看 然后我们也不反对了 但是我们回到家之后 他就不是那个样 他就是把我们骗回去 就不行 就是不同意 在过年那几天呢 我特别勤快 给他家扫地啊 做饭啊 宅菜我什么都会 包括年夜饭都是我去做的 当我把最后一个菜炒出来 我媳妇端过去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你看他忙得那么长时间 接着一会儿吃个饭 没有 就是人家说实话 他就是没拿你干活事 就那个样 全都走得十点了吧 还帮我把他叫到那个屋里去啊 叫到屋里去 也并不是说怕我冷了 没吃饭了 不是那个 是在劝了我俩分 而且不是劝 是必须分 我说那个燕子我就走了 可能咱们的缘分就到这了 那燕子 我能冒陪的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坐的轮椅 是从小腿不好 还是后来导致 后来摔的 我就悄悄地趁他们睡着了 我就翻墙 跳墙的时候摔的 就是把腰脊椎给摔坏了 哇 摔下来之后 我就觉得我站不起来了 然后我就以为可能是扭到了 然后就爬了 爬了十几米吧 然后还是没有知觉 我见到狗他就叫 然后我爸听见了 然后拿着手电筒到处找 往外照了照 都会看见我了 然后就打120 把我送医院去了 最明珠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燕子这个情况的 他嫂子就打过电话来了 就跟我说那个 红燕那个跳墙了摔摊了 她是为了去找你摔摊的 你得来负责 等我走了到医院 看得出我心是揪着他 跟他说话他也不知道 他那时候还是在回民 晚上几点多了 时间多十一点了 他醒了 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就问了我一句 你怎么来了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傻呀 万一我又不来了 你咋办 当时你咋说出来 你不来我也不怪你 然后就那一句话 我那一晚上基本上就没睡过 光考虑我俩就 那是点点滴滴 这个女的 我就是以后再苦再难 我亏了谁 我就不能亏了她 就是我们看到了 小张 有责任感 你像她的家里面的人 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的责任感出来 在医院的这段时间 你决定照顾她的那段时间 是怎么度过的 我要在医院去照顾她 我就借一点放在里面 借一点放在里面 说实话 那时候我真是一分钱都没有 她家就是附近村的 给我送饭 送这么一桌监命 正常连迟吃吃不几天 我得吃个十天半了月的 我要吃得太多了 我就没饭吃了 就是她妹妹 然后偷摸了死在我五十块钱 就说那个 你买个酱车 就那段时间 确实挺那个啥的 吃不饱 睡不好 然后再伺候着她 但是那个时候也小 没那么坚强 出了院之后 那个 我要把她带走照顾 那个时候 我媳妇也愿意给我走 但她妈不了 那你就好好伺候着 我出去挣钱 我挣了钱 我一分钱我都不花 我都带回来 我出去了有七天 她妹妹就给我打电话来了 说你赶紧回来吧 我姐又住院了 我说怎么了 又住院了 她说 出了一个入床 我就很生气 我就回去了 入床特别特别严重 然后我比着碗口这么大 然后我就给我写 说那明天咱就走 她家就找了几个 村里的长辈 你得给我写个东西 她以后病了 轻了也好 重了也好 所有的花销 所有的村里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想我签 我就找一个面膜车 就直接把她拉走了 真爷们 你真爷们 你真爷们 当时签完字 毅然决然带着院儿 走了之后 你们两个又面临到了 什么样的新的困境吗 应该很难吧 对 也是困难的开始 我就需要买 买个电饭锅做饭 油盐酱醋茶 买完之后 基本上说实话 就没钱了 但那天晚上是 给她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第二天 基本上身产 还有个几块钱了 找工作 她那个时候很厉害 需要两个小时一翻身 三个小时一活动腿 找工作就找不着 有那个装卸队 干装卸工呗 妈就苦点累点 最基本上我干完了 我就可以回去伺候她 然后挣着钱吧 就去医院做得康复 钱花没了 就回来再努力地挣 2012年 2012年 我们去医院做检查 当时大夫就检查说 怀孕了 我那不可能 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 这一辈子你说要孩子 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那时候大夫 跟我一说怀孕了 就一点都不信的 我说那个不要 因为她那时候身体 特别特别畅 然后大夫说不行 必须就是按照这个流程走了 那段时间我们就是 那个心里就很坎坷 光害怕 其实后来吧 还兴奋 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以后日子也越来越有笨头了 这个就生下老大来 生了个儿子 回到家之后 一边照顾她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摆个摊 就这么 一天天 一月月一年 就这么熬过来了 丈夫很伟大 妻子也是 我觉得妻子都战胜了 医学奇迹了 医生说不能生孩子 人家生了 医生说做不起来 人家不还是 今天在这 做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们要相信生活 我们要相信 其实还有很多美好 很多奇迹在等待着我们 是不是 对 后来我们就拿着机器 来开了一个小的羊塘馆 他负责收钱 我负责干活 我这偶来 因为那是收信台上 他扒拉他朋友那个 朋友圈 看那个泰山的那些东西 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了 因为我没处得像的时候 就是说 想去泰山看个日出 过完了年 我选了一个日子 就选在我生日那天 就买了一双 十块钱那个布鞋 我就背着它 这一路子就爬上去了 就我生日那天 就这一路就爬上去了 就真是千言万语 这一路就爬上去了 要细数那不可能的 当时我们在别人眼里 就看着我们就像怪物似的 其实玩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为啥就干这个事 但是我就知道 我答应他了 我想给他把这个事去办了 做决定之前 没想到泰山有多高 就像是把燕燕接走的那一天 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有多难 对 完成了这个愿望之后 你们的生活变得怎么样了 我们回来接着就生个闺女 哇 恭喜 所以说我们就连续又去爬了三次 总共是爬过四次 然后想问一下 你看儿女双全了 日子越过越好了 那跟父母之间有所和解吗 有 其实我们生完孩子之后吧 可能也行思了 他再怎么着 从小把他养大的 自己有孩子了 能知道这个一个做一个父母 都想盼着孩子好 所以所谓那些仇恨嘛 也就过去了 现在关系特别好 他最起码他高兴 我能把我的爱给他 孩子也能把他的爱给他 但是父母的爱 他那就表不到了 他人生争争还是有缺陷的 所以说就是为了 也是为了他吧 你就把所有的东西 就全部都放下 哇 他没有特别高尚的语言 但是你看他的那个立场 就是你要说他委不委屈 真委屈 你要说他难不难过 真难过 但凡有人大把手 他都不会艰难致辞 但是他走过来以后呢 他又会倒过去 去体谅别人 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年轻 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大分大爱的东西 但是他们就把这条 所有人以为 是条绝路的事 给做成了 所以普通人的不平凡就在于 他自己的信念 可以超越一切 嗯 艳艳说 想过来要感谢老公 那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表达这份感谢呢 其实 我也挺感谢我媳妇的 嗯 如果说没有她的话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挺感激我媳妇 让我成为了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了 嗯 所以说 我是想送她一首浪漫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深深深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你问我 enfants 你问我爱有各方 你问我爱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天哪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请为小两口来打分 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请小票 感谢 也感谢二位 我们稍稍休息 一会儿看看你们的成绩 谢谢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位 新推官小甜 今天是给我们什么惊喜 今天我要带来的这一位 那可真是相当的了得 他是一位非遗传承人 他用一己之力 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奢族 去采取他们的语言 音乐 而且呢 他把这些语言 音乐 改编成了流行大众 可以接受的样子 而且他能有今天的成绩 是因为有两个女人 在背后帮助他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让我们去看一下 请看大屏幕 小伙子还挺帅 挺有个性的 我刚刚要说 我说主人公长得很帅 背后的故事更有意思 是不是应该赶快 把他请上来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蓝永霄 有请 你是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蓝永霄 来自浙江温州 是一名 所有主名歌 非物资文化遗产 代表性 传承人 很高兴可以来到我们天津卫视的 跨时代战术的舞台 今天来到这儿 大楼园跑来了 是为谁而来的 今天我为了两个女人而来 第一个女人是我的爱人 第二个女人 我想先保持一点神秘 今天我要在这个舞台上 展示自己 让她们一起见证我的闪耀时刻 所以今天妻子也来到现场了 是的 我们把妻子请到舞台上面来 好不好 叫找夏浅 是蓝永霄的妻子 那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有什么样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以前呢 跟我爱人是一个同事 在一个场里面上班 我每当在午休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我的机器旁边 总会有一瓶饮料放着 这么浪漫 对 当时呢 我们是分配到 就是流水线 由于它的细心啊 就给我注意到了 你就很欣赏它 对 欣赏它 这一块 因为我是少数民族 我是奢族嘛 我除了工作之外 我还会去 去收集 我们的这些 流传在民间的奢族三个本 外人跟我说 那些人是不了解 你们的文化 可能是不懂你们的语言 所以我那时候 心里突然有个想法 诶 对 大家不接受 我可以转个方向 让他们去接受 后来我就 在网上找了一些伴奏 加上我们自己的 一些水族的文化的 一些故事 填进去 然后这样翻唱 然后发布到网上 当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有这么善进心呢 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很矜持地 想用一生去完成 就是他这种矜持 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值得我可靠 但是光有爱情 说到了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跟我现在 还没有见过面 没有见过面 为什么如此感谢他呢 就是我爱人说 你要流行画起来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歌曲 放到网上 然后刚好有一天 我爱你 原宵 没想到十几年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用这种方式 等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 我一定去现场支持你 没想到自己小小的举动 能够帮助到你 也没想到你能一直记得我 这些年你的努力 我也看在眼里 以后也请继续加油哦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见到雷女士 是的 是的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我很激动 我说原来那个时候我的恩人 现在就在我面前 我好想过去给她拥抱 但是我相信她能感受得到 到时候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那也是因为你一直记得她 一直感恩 所以呢她也受到这份感恩 所以呢才拍了一段视频 给到我们的节目组 希望你能够接受得到 那未来我相信 等着你开演唱会的那一天 希望你们能那个时候 真真正正地来一次 特别完美的见面 那今天要在我们跨时代战书的舞台上中 怎样的一种展示 我今天想带来一首 我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第一首原创歌曲 对 那今天你的机会来了 可以让全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听到这首你的原创的歌曲 来 掌声有请一项 好 天下鬼 天下狗鬼 孤宁谈 我怀孤生结恶 神是外山下 神下愿解心上 你怀孤下愿解心上 就像是太老你路的神路 神转穿风暴 风暴穿山下 神下愿解心上 你怀孕下愿解心上 你怀孕下愿解心上 我怀孕下愿解心上 你怀孕下愿解心上 就像是太老 神转穿风暴穿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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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转穿风暴穿 你只有好下 我怀孕下愿解心上 希望心里有空�穿� ago 我们针穿风暴穿山下愿解心上 仟山下着眼線的招离开心上 这个世界珍珑 对了 顺项三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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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好 首先被这两个小朋友吸引 他是你带来的吗 这两位 没有 那他怎么会说语 这个是临时 在我们当地找了两位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的小朋友 是树烟 我叫曹嘉一 那觉得刚刚的这个树 这首歌好听吗 好听 所以一下就会了 真棒 再次感谢两位 希望你们俩更多 能够来到我们跨制 在这儿出的舞台 好的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吧 其实在今天之前 我从来没有听过奢语 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蛮难的 但是很好听 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衣文化 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 被更多的人传承 再次感谢你给我们带来 这样的好听的歌曲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请为我们的勇宵 来投出你宝贵的一票 来吧 倒计十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锁票 好的 那接下来我作为新推官 要推荐的这一对 非常虐我们这些单身朋友的一对情侣 他们来自天津和俄罗斯 他们向我们证明了 无论国籍距离 都可以有跨越的恋爱 都可以爱得那么的深沉 爱得那么的炽烈 接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 太虐了 我现在此时此刻 我有点后悔 推荐他们两个来 双向奔赴两位 从俄罗斯和中国 这么遥远的距离 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谈恋爱的 到底谈得如何的火热 接下来我们有请 刘嘉欣和欧拉登上我们的舞台 讲出他们的故事 有请 扬眼 来 嘉欣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刘嘉欣 我来自天津 这是我的老婆欧拉 很高兴来到跨时代 战书这个舞台 哎呀真是啊 那今天是为谁而来的呢 今天呢 是为我老婆而来的 因为呢 我老婆就像一道光芒一样 照进了我的生活当中 就让我这个 比较不相信爱情的一个男孩 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 从生活当中 都得到了幸福的感觉 所以呢 今天呢 我想让我老婆 看到一个我不一样的 闪耀时刻 我其实忽然一下子不相信你 为什么我同样也在天津 为什么我又找不到 你这样的好老婆 那你刚刚说到了 不相信爱情 那为什么后来又相信爱情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之前啊 我有一段这个 九年的一个感情经历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没有走到最后 最后失败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有点不相信爱情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阵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俩 谈了九年恋爱之后呢 最后父母还是催 他的父母还是催婚 让我们赶紧早点结婚 当时我的物质条件达不到 所以最终呢 就是这段感情也就分手了 努力之后没达到 对对对对 那嘉欣你们两个是 怎么就是忽然就认识了 怎么沟通的呀 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我学习学习 好的 就是你是怎么被命运给砸中的 对我学习学习 我们两个呀 是在网上认识的 通过网聊认识的 就是有一天呢 我在网上啊 忽然间发现了这个账号了 然后呢我就特别有意思 我就给他发了一条私信 我就跟他说 哈喽啊 啊 do you want to be a Chinese friend 啊 哈喽啊 然后呢我就没想到他会回我 然后他就回了我信息了 啊 I was so happy I said I love you my friend 那你们就是网聊之后 有什么之后有什么进展没有 我们网练之后 我们肯定要奔线啊 对然后我们记得 我们网聊了有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 然后我们就 我就提出来了 我说那个 像你看咱两个月聊得挺开心的 是吧 你也很高兴 你觉得咱俩能不能再走进一步啊 对不对啊 我们俩就提出了这个线下见面 当时我也挺纠结的 当时我觉得 因为他们家条件比较好嘛 到底是能不能同意 所以我也挺纠结的当时 我觉得你挺自信的呢 因为结婚了 因为结婚了 这会儿最近了 对对对 因为已经娶到家了 好呢 嘉欣你们第一次见面 是怎么奔线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跟我们聊聊话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奔线 就太曲折了 也特别有戏剧化 他当时跟我说呢 就是来这个坐飞机的时候 你要给我买这个飞机票的事 当时呢 我当时就在想 我是不是就遇到骗子了 为什么要让我花钱 给他买飞机票呢 我就特别地纠结这个事 最后呢 我想如果说要是 真的能够遇到 自己最爱的这个人 那这个飞机票 我买是比较值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还是纠结完了之后 我还是决定了 要给欧拉买这个飞机票 我想问欧拉 你当时飞机落地之后 到了机场 是马上就见到他了吗 我下飞机没有看到他 我很 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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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伤心 因为我没有钱 在中国没有朋友 我不会说中文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当时啊 因为我那个大巴车 在那个去飞机场的 这个道路上 他堵车了 堵了将近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呢 我到了飞机场之后呢 我就没有看到他 当时我就慌了 当时我特别害怕 因为欧拉这个 第一次来中国嘛 什么事我都特别担心 所以呢 我就特别特别地着急 当时他第一次 没有看见我 也是特别特别地生气 那肯定害怕一个女孩 飞了这么远来到中国 结果一落地 接他的人还没到 这不光是害怕担心 他肯定想 完了 就我遇到了个骗子 然后我骗到中国来了 可怎么办 你这太不靠谱了 你这个 还好 虽然是迟到了 但总算是到了 是不是 对 那两个人当时见面之后 什么反应 第一印象怎么样 其实第一印象啊 欧拉并没有看上过 因为我不是他喜欢的 那种类型 但是我第一眼看上 我看上他了呀 欧拉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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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第一次见面不好 但是相处两星期 我爱上他了 哦 两个星期哦 两星期爱上他了 他很好 在阳光之前照顾我 我想和他交朋友 我很高兴 我想他就是我的老公 哎呦 我特别喜欢嘉欣的笑 笑得特别的自豪 我很幸福 我很幸福 互相的表达爱 真是特别幸福 那我们这次 三轮的表演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所有的 我们的达人们 请回到舞台上面来 看看他们最后的成绩 如何 谁能够成为 今天我们的闪耀之星 有请 结果出来了 到底谁能够成为 今天我们的闪耀之星呢 来 二位 咱们一起见证一下 好的 我们成绩已经在 我的手上了 这个票数其实是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专业的评审 是根据大家 整场的表现 而凭着直觉 打出来的这个分数 不管怎样 你们都今天 闪耀了自己的舞台 首先 张明荣 孔燕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 七 非常高的票数 恭喜 那么刘嘉欣和欧拉 我是新推官 那么最终的票数是 十 五票 那么永潇和夏晴 新推官是 崔老师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 七票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 那明荣和孔燕 还有那个永潇 夏晴 你们 凭手都是 十七票 这可怎么办了 我天 遇到难题了 怎么办 这样吧 我来选好不好 你来选一下 因为正好是我和 春卫老师 我们两个艺人 推荐的一个嘛 所以我们肯定 还是站在自己 推荐的这一边 所以这一票 就至关重要 你们两个同意了 对不对 同意了 永潇的歌唱得好 荣哥 他用自己的心 他的那份感动 他的那份英雄主义 真真正正地激励到了我 那我把这一份 对我的鼓舞 这一票 那我就投给 荣哥 那接下来 恭喜 荣蓉和孔燕 获得了我们本期的 闪耀之星称号 我们小田 为他颁发我们的 闪耀之星赠书 恭喜 恭喜 好棒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田 谢谢春卫老师 谢谢我们所有的 闪耀之星们 那要感谢我们的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每周四的晚上的 九点十分 锁定我们的 天津卫视跨车战书 我们下期 将会有什么样的精彩 还有什么样 美好的故事 我们一定在电视机前 守候着 下期见 拜拜